你好 我是Kim 新年快到了 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未來2015年他們的運程會是怎樣 哪一種算法會較為準 如果要講到準的話 就應該講止評百字 百字它的準確度是振著百成多的 它之所以為這麼準 原因是因為它會組合超過一百萬元 未有五代十國徐子平的止評百字複名式之前 至唐朝以來古人算命 其中一種方法就是以這個連枝 即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新朝 如果我們用新朝去算命的話 基本上我們主要是會講這個神煞 即是我們所講的吉星、空星 而這些所謂的神煞 其實它們按年不斷循環 所以它本身就已經有它的極限性在 於是就有人將八字裏面的十神 就放進去裏面 即是我們所講的比堅貼財、直神相關、正天財、 官殺和正天忍的 你一定會想 在現在現今全球人口超過七十億 斷股也不會區區只有十年的運動 話雖如此 其實新年用新朝去預測 未來的那年的運動 在我們華人社會裏面 早已成為傳統習俗 就好像我們新年去派例子 我們用那個例子去趕走那個年就一樣 不如我們現在馬上參考一下 來的2015年各個新朝運動是怎樣呢? 屬馬的朋友分別有1942、1954、1966、1978、1990和2002年的 以納春後為準的 2015年月未年木陽年屬土的 太歲為楊先大將軍的 屬馬的朋友在2015年因為犯太歲 所以經歷了很多是一個非常奔波的一年 不單是人事上有一個波動 連停水上也都大上大落 在2015年由於五味相合 是六合也是合太歲 所以是比2014年會較為同穩的 而且還會相當之好的 只是某幾年出生的馬就需要特別留意 例如1966年是比較頻迫 身體會覺得比較累 有時候還會較為躁一些 所以要控制自己的情緒 1990年的馬仔馬女會覺得有些迷失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而稍為較好的就應該是1954年的馬 屬馬的朋友由於合太歲 所以整體運動是不錯的 不論是人緣、桃花、政財、工作方面 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才華 感情方面 未婚屬馬的朋友 在2015年是有機會在派對、聚會上 可以遇到一些合心儀的對象 所以不要放過 唯一需要留意的就是健康 因為屬馬的朋友在2014年和2015年 這兩年健康都是一般的 但是可以放心的就是不是大病的 吉星方面有文昌、物業星 文昌不僅是主要文彩、藝術、亦是旺人園、桃花 尤其是從事教育和出版界的 對屬馬的朋友是非常有利的 至於物業星是一個好像 accelerator 是好像身體裡面有些m 它是有一些加速和加劇的作用的 我們也會稱它為長頭草 當物業或者我們說這棵長頭草 遇到文昌星的時候 有時候會令屬馬的朋友在文學上和明星上 會更上一層樓 空星方面有這個病符、孤臣 病符是主要一些小病的 但是一直都不清的 醫極不清的 孤臣就會令屬馬的朋友有些孤單感 即使你是左騰右騰 和一大群朋友在一起也好 心裡簡直有些空虛感 特別需要留意的月份 就是農曆的3月、5月、11月和12月 如果想知道更多資訊 和風水布局、吹急避風的方法 可以瀏覽我的閨網 天鮮g.com 裏面的心指錦囊 或者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會定期上載一些最新的資訊 最後祝大家陽彈好運 征賞治療、身體健康 更多